网购的小玩具真的是保密发货吗 有粉丝私信老黑想知道自己在网上购买一些私密产品 到底是不是真的保密发货 今天这期视频老黑就来给大家讲讲快递保密那些事 2019年河南警方接到了一名叫朵多的女生的报警 女生说自己被快递员骚扰 自从他去快递站拿过一快递后 快递员就开始骚扰 甚至打电话扬言要给他送电池 一开始朵多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哪里招惹了快递员 虽然自己确实在网上购买了小玩具 但快递员怎么知道的 快递包装盒很完整也没有裁开的黑箭 不只是朵多想不明白 2021年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武汉 2021年10月4日来自武汉的张女生 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她网购了一个筋膜枪用来按摩 像这种按摩用品 快递盒也并不会明确标注 但张女生在拿快递的当天 却遭到了快递员的文字乳法 快递盒上出现了不堪入目的涂鸦文字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快递盒明明是保密包装 快递员到底是怎么知道里边是什么 你买的快递真的是保密发货吗 让快递保密性遭到大家质疑的事件 是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猫粮投资事件 快递盒包装完整 但是盒内的商品却被人动了手脚 其实不能怪商家 商家确实是保密发货 因为商家的保密发货 只是将物体的名称加密 不在快递盒上显示 或者是包括取货人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加密 但想要将快递盒内的商品进行保密 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除非你是国家机密单位的人 或者是政府部门购买的物品 不然你买的东西就不可能保密 快递员在分减货物的时候 可能就知道了你买的是什么 相信大家也知道 商家发出快递之后 首先就会被快递员揽收 这一步快递员就需要检查货物具体是什么东西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才会发到物流分波中心 快递到了物流分波中心之后 又有快递员开始装拆分检扫描装车 然后运送到各地的物流中心 这样的步骤在每个物流中心都会经历一遍 在经过这么多的检查之后 你的快递里是什么东西早就暴露无疑了 最后经过所有的检查 才会到你所在的快递站点 最后由快递员派送 那么快递站的派送员没参与检查的步骤 又是怎么知道快递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快递员知道快递里是什么东西吗 前面老黑也跟大家讲了 所有的快递都会经过扫描之后 才会输送到各地 这个扫描就跟大家平时坐高铁 地铁的安检扫描一样 是通过X光扫描的 能将快递和内装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快递站或者是菜鸟驿站的快递员 其实是不清楚你的快递里装的是什么 因为快递运输到你家附近的菜鸟驿站之后 驿站人员和快递员最后都只会扫一下快递码进行进入 确定货物准确到达就完事了 他们没办法知道快递盒里是什么 他们能看到的信息就只有快递盒上的收件人和地址 而且他们连你完整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 只有一些虚拟号码 而一些快递员之所以知道你的快递里装的是什么 要么是你的快递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了破损 里面的商品暴露了出来 要么就是你的快递盒内的东西是电动的 一不小心发出了声响或者是震动 这种情况下派送的快递员才会知道商品具体是什么 而且大家不要过分担心 大部分快递人根本不会在乎快递里的事情 快递那么多他们早就是空间关 不能一杆子打死所有人 我是老黑啊 您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实行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